保护性耕作让黑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河南省光山县也通过发展生态农业 让乡村的景色更美 村民的腰包更固 这是河南信阳光山县的一个油茶林 您看树梢上已经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油茶果 再过几周到十月底呢 油茶就会迎来大丰收 成熟的油茶果当中的油茶籽就是榨油的原料 经过生产线上的冷榨和冷蹄 它们就会变成一瓶瓶山茶油 都说一亩油茶百斤油 种植油茶不仅绿色生态环保 而且经济价值很高 除了山上 光山的水边还有很多绿色生态产业 大片蓄满淮河水的浅滩湿地 湖泊池塘中 一系列种植养殖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除了生态农业 绿水青山也是旅游业的富况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菱角池塘 就是光山一个农旅结合的旅游小镇 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计的 凯斋体验项目 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光山人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让我们一起听听它们的声音 我最喜欢这个古道的声音 这种声音就是丰臭的声音 西瑞的声音 你看 特棒 丰臭的是我们的绿色色道 西瑞是我们西瑞的心情 我们的牆巴越来越古了 由于西瑞是和上本的东西 我们的牆巴越来越古了 天南部的声音 感谢观看